花蓮市立图书馆儿童馆 星期六特别举办了动物纸模型艺术活动 邀请到专业的纸模型老师为孩子教学 搭配8月4号国际猫头鹰议事日 带来了猫头鹰纸模型 小朋友在老师和家长的协助之下一步步完成作品 期盼从过程中养成耐心也可以认识动物 充实儿童暑假时光 花蓮市立图书馆儿童馆 5日举办动物纸模型艺术活动 邀请知名专业的纸模型老师陈文泰 为孩子教学 认识纸模型艺术 而详异8月4日国际猫头鹰议事日 这次带来猫头鹰纸模型 上午进行徒步组装 下午只是身体组装 考验着小朋友的耐心和巧手 我那时候在电子工是上班的 我是下班的时候在家 然后上网爬一些资料 发现这个东西我小时候就玩过了 而且它是印出来就可以做 然后成本又不高 然后我就开始找资料列印 然后慢慢接触 一开始也是做小小东西 其实它最大的难处是耐心 因为这一关过不了就很难过 因为它的零件是 必须一个一个手工做好的 那小朋友会因为 这个动作比较反复复杂 因为它是一样重复的动作 那耐心不够的话 基本上就很难完成这个作品 市长威家燕也出席活动 陪孩子一同学习如何做纸模艺术 特地的邀请到全台湾知名的人物 陈文泰老师也是我们的指摩的一个达人 那在很多年前 其实在很多的媒体都有真相的报导 老师的一些作品 那甚至于是很高价的 作品也被我们很多百货公司 然后买去来去展览 那今天特别邀请老师到花莲 跟孩子们做一个教学 那今天是做猫头鹰的一个作品 那因为昨天8月4号 是我们猫头鹰的医师 那借此也让孩子们 在我们猫头鹰公园 那图书馆这边 能够了解猫头鹰 除了做纸模以外 也吸取更多的一些动物的一些知识 那今天特别感谢老师 那也要谢谢我们家长跟孩子们 那愿意来这边上课 那未来花莲师公所 这边会推出更多 让孩子们放假之余 能够来学习的一些课程 小朋友在老师家长协助下 一步步完成作品 期盼从劳作过程当中 养成耐心也认识动物的心知 魏家燕表示 居公所是立图书馆儿童馆 未来人会持续推出 假日适合亲子共学的课程 充实大小朋友的亲子休闲时光 记得蒋邦彦 花莲师报导